每个月目前是有九种不同的东西要付 分别是房贷、电费、水费、污水处理费、下水道建设费、垃圾处理费、瓦斯费、房屋保险还有地税 嗨大家好我是Judy你们好吗 今年初的时候呢我完成了自己的一个梦想 就是在美国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也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背景 那我之前有分享过一个House Tour的影片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点右上角的链接去看看 那从那时候我分享买房到现在 其实陆陆续续都有蛮多人问我有关美国买房要负担的费用等等的相关问题 其中最多人问到的是 你买房之后每个月大概要负担多少的费用呢 比如现在利率这么高 你是不是要缴超多的利息 你会不会被房贷压的喘不过气来 又或者是你这栋房子有三层楼 那你的水电费是不是暴涨 重点你在每个月负担这些费用之后 你在美国真的还可以存到钱吗 等于是说很多人会好奇美国养房的成本到底高不高 所以我就很认真整理我一年下来 在这个房子主要负担的费用到底有多少 那我不卖关子 一年下来我总共是要负担200万的台币左右去供这个房 那我今天这集影片就想跟你们分享说 我这200万到底付去了哪里 都付了什么样的钱 同时也给未来有兴趣想要在美国买房投资自住的人一些参考 那看完影片也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这个价钱比你想象中的还要贵还是差不多 那你觉得在美国养房的成本到底高不高 这个房子买了之后呢 我每个月目前是有九种不同的东西要付 分别是房贷、电费、水费、污水处理费、下水道建设费、乐视处理费、瓦斯费、房屋保险还有地税 对有超多东西要付的 那我们先从房贷开始好了 决定你房贷每个月要付多少钱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一个是你贷款的总金额 另外一个就是你贷款的利率 那贷款的总金额呢 就是你的房价扣掉你的首付 剩下就是你要跟银行贷款的部分 美国这边买房的话 最低首付通常都是要求你房价的20%左右 所以剩下的80%就是你要跟银行贷款的部分 那利率的话呢 因为我是今年买房的 所以大家应该都知道 今年的买房利率真的其实非常的高 在我当时买房的时候 听到都是5点多将近要6了 在我录影的这个时候 是已经6点多快要到7了 所以真的很高 不过后来非常幸运 透过朋友找到一个很不错的broker 最后拿到的是5%的利率 但是很多时候如果你首付多付一点 其实可以帮助你拿到更好的利率 所以我当时就在我的首付又多放了一点钱进去 后来利率就从5%降到了4.8% 这个利率我当初签订的是三年 也就表示接下的三年 我的房贷都会是一个价钱 那三年之后呢 你可以再refinance 就是重新贷款 再去调整你的利率 那按照我贷款的金额 加上我拿到的利率 我房贷这个部分 每个月目前是要负担 3875.97美金 也就是12万5台币左右 房贷呢 是我所有房屋里面占的最大的一部分了 所以希望利率三年后可以掉到4.8以下 那这样我就可以重新贷款 拿到更好的利率 降低每个月要付的利息 那当然利率这个东西真的完全无法控制 所以变得比4.8更高 要付更多的钱也是有可能的 那接下一个费用是电费 电费就包括你使用家里的电灯 电器冷暖器 还有Tesla充电等等的 那美国的电费是付给市政府 每两个月付一次 平均我的电费是一个月 104.83美金 那大概就是3400块台币左右 冬天的时候呢 因为你会开暖期嘛 所以通常冬天的时候 每个月会贵一点 我的话大概是在135块钱左右 一个月 那夏天的时候 其实开冷气的时间不会太多 如果是在西雅图的话 所以夏天的时候 大概是75块钱一个月 接下来是水费 水费呢也是付给市政府的 每两个月付一次 我的水费每个月平均下来呢 大概是39.96 也就是大概40块钱美金一个月 所以相当于是1300块台币 我有在网络上查了一下 西雅图平均的水电费 我每个月的费用跟平均 其实是差不太多的 但是我的水费其实偏低 这也可以给未来有要搬来西雅图 或者是有兴趣来西雅图的朋友 一些参考 那再来是污水处理费 也就是sewar 这个就是收集 还有处理你家 使用过后的污水的一个费用 这同样也是付给市政府的 每两个月付一次 每个月平均下来呢 是62.11美金 相当于2000块台币左右 我记得台湾也有污水处理费这个东西 可是它是已经包含在水费里面的 接下来就是下水道建设费 就是sewar capacity charge 这个sewar capacity charge 跟刚刚那个sewar是不一样的哦 sewar capacity charge 是一个一次性的费用 这只有就是如果你买了 1990年2月1号之后盖的房子 才要支付的 那这个费用就是涵盖了 扩建或者是升级下水道建设 好让那些设备系统 可以处理新住宅的废税 那这个一次性的费用 总共是8329.38美金 大概就是27万台币左右 这个费用你可以选择 你当下一次性付清 或者是你可以分成15年去支付 我目前是选择分期支付的 因为这个费用完全是跟着你这个房子走的 所以比如说 你有考虑五六年之后要卖你这个房子 想要换大一点的房子 但是这个钱如果你已经提前付清 等于你已经帮未来的屋主 预缴了这个费用 所以我目前就觉得那我先分起付款 不过如果你改变主意 比如你决定要住15年以上 那你也可以随时付剩下的金额 那你就可以省一点利息 那这个下水道建设费用呢 是直接付给县政府 每三个月付一次 平均一个月下来是 47.86美金 大概1500台币左右 好那下一个呢 是垃圾处理费 很有趣的是 你的垃圾处理费 跟你垃圾桶的大小 有直接的关系 美国这里每家呢 都要使用市政府规定垃圾桶 你买房子之后 你就要上网 跟那个市政府做申请 跟他说你要什么大小的垃圾桶 然后他就把那个大小的垃圾桶 寄到你家 所以不同大小的垃圾桶 每个月要付的垃圾处理费 就是不一样的 桶子比较大 想当然就是每个月要付的钱比较贵 我把这个价格表放在旁边 你可以参考一下 那听到这边 你可能会想说 既然这样 我不如就选最小的桶子 那我每个月就可以不用付这么多钱 其实我也这样想过 可是每个垃圾桶 一个礼拜才收一次 所以如果你的桶子太小 你的垃圾可能就不够装 所以你还是要选择 真的适合自己家里大小的垃圾桶 其实我觉得这样很聪明 因为政府基本上就是鼓励民众环保 如果你可以减少垃圾量的话 相当于你的每个月的垃圾费 就会减少 那他也可以推动环保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还蛮聪明的 或者是你可以丢别人家 有开玩笑的 你不可以丢别人家 太没水準了 不可以丢别人家 好 反正我自己家是用 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小 就是中间的 垃圾处理费 每两个月付一次 也是付给市政府 平均一个月下来是48.58 所以大概50块美金左右 然后大概是1500块台币 哦对了 垃圾处理费有包括一般垃圾 储余还有回收吗 一般垃圾是看桶子大小决定的 所以那50块里面有42.8 是这个一般垃圾的费用 厨余的话呢 是固定价钱的 厨余是10.65美金 那回收是不用钱的哦 好 然后下一个费用呢 是瓦斯费 我们家使用瓦斯的部分 就是厨房的炉台 这样子 像这边吗 这边 在这边 有些人的家里暖气呢 是用瓦斯的 但我们是用电的 所以呢 使用瓦斯的部分 就是只有这个炉台了 瓦斯的话呢 是每两个月付一次 你是付给能源公司 平均一个月下来是 47.16美金 1500块台币左右 下一个费用呢 是房屋保险的部分 房屋保险呢 在美国的话 你选择自己要的保险公司 还有你要的方案 我们目前的方案呢 就是有包括 住宅 个人财产 个人责任 当然还有淹水跟火灾 可是就没有包含地震这个部分 房屋保险呢 是每年付一次 直接付给你的保险公司 平均一个月下来的话 是33.75美金 大概1100块台币左右 最后一个是地税 那你每个月地税要付多少 这主要呢 就是看你这个房地产 根据市场价的估值 还有你这个地税的税率 估值乘以税率 就是你所要缴的地税 那在美国呢 根据你房地产的所在地 不同的州 还有不同州里面 不同的城市 税率都是不太一样的 西雅图是在华盛顿州 那根据2021年的排名 华盛顿州的地税呢 其实在全美国来讲 算是中间贵的 50个州里面 排名第29 平均是0.87左右 那排名最贵的前三个州呢 分别是 New Jersey Illinois 跟New Hampshire 最便宜的三个州呢 是Hawaii Alabama 跟Colorado 加州呢 比华盛顿州便宜一点点 大概是0.75左右 但是他们的房子都超贵 纽约呢 比华盛顿州还要贵 大概是1.4%左右 直接超过了1% 而且他们不只是地税贵 同时房子也超贵 未来想要在美国买房子的朋友呢 可以考虑一下地税的问题 那地税的话是每年付一次 我目前的地税平均一个月下来 是621.03美金 大概是2万块钱台币左右 但是我预期这个地税 未来会变贵 蛮多的 因为我买的是全新的房子 全新房子在估值的时候 会有比较大的误差 从温哥华搬来西雅图之后呢 我觉得我最怀念的事情之一 就是地税了 因为温哥华地税只有0.2% 我记得不到0.3% 但是温哥华的房价也不是普通的贵 所以就是到处都很贵 以上就是呢 我在房屋方面每个月所要负担的 9种不同的费用 哦对我忘记讲 就是美国还有一个叫做HOA的费用 也就是房屋的管理费 如果你是买condo 就是公寓的话 管理费都超贵 1000块以上一个月都是非常常见的 那如果是townhouse的话 也就是连排住宅 很多是360、600不等 但这完全就是看你的房子 有的可能更贵 有的也可能更便宜 那我当初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呢 其实我有特别去找 就是没有HOA 也就是没有管理费的房子 所以我现在每个月是不需要去负担 这个部分的费用的 好那今天讲的所有的费用 9种费用加起来 我现在每个月固定要服务的费用 总共是4881.25美金 所以大概是台币15、16万左右 一年下来的话就是58,575美金 相当于190万台币 那非常好奇 这个价钱跟你们点进来影片看之前的有区别吗 或者是就是比你想象中的贵还是差不多 欢迎在底下留言给我 那每个房子的支出会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而改变 不管是房子本身还是所在地点 所以我的经验可能跟别人非常的不一样 如果你有不同的经验的话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 那影片的最后呢 我还要插入一半小小的工商时间 影片看到这边你可能会发现 在美国养房的成本其实真的不低 也让很多想在美国投资房地产的朋友却步 所以现在市场上慢慢有不同的平台 让小资族也有机会做房地产投资 比如说像ARK7 它是一个房地产证捐化的投资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 你可以找到美国很多不同州的长短租房地产 比如说像这个在Illinois的学生公寓 ARK7就把它分成了4100个股份 等于像股票一样 你可以只投资这个房地产的一小部分 不需要承担购买整套房子的高昂成本 但是还是有机会自己投资当房东 ARK7同时也主打界面透明和资讯专页 你可以在平台上直接看到这个房子 每个月的租金、年收益以及支出明细 并且每个月按股配息给你 就好像你自己在出租这个房子一样 每个月可以拿到回报 同时也可以赚取房子本身的增值收益 ARK7是获得SEC认证的平台 如果你对这方面的投资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在资讯栏找到更多的讯息 现在新用户可享有投资1000块送50的回馈 不过还是要跟大家说明 这里没有做任何的投资建议 只是分享有哪些不同的投资平台 给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做任何的投资之前 你一定一定需要有大量的研究 还有清楚自己的风险承担能力 那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 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我们下方资讯栏连结